在今日的议程中 县议员张家者表示 县府举债有逐年降低 给予肯定 但张议员针对县府在减债的同时 会不会影响到县内重大的建设 向县府提出建言 针对这个举债的部分 也是每年都有这个逐年的在降低这个债务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 兼顾这个地方建设 如果只是一昧的降低负债 反而减少了我们很多需要增建的 这些设备跟建设 我想这个也不对 以减债为一个目标的情况下 我们南投的这个重大建设 或这个重要的这张设备 会不会有受到影响 县议员陈淑慧指出 财政处在短短的时间内 能够还债不容易 但也希望县府在还债的同时 不要影响到县内重大建设 财政处每天三四年时间 可以来行到十五月 很欠重内度 很厉害 在未来我们南投官 如果说因为要来行销 阻碍到南投官的建设 我相信这也不是我们 林明珍县长的作为 所以在这里建议到我们财政处长 在未来应该是配合到 我们管政府国局处 如果说有提出价位需要 我们一定要来做一个配合 在这里也代谢到我们财政处 这么厉害 县议员廖文贤 针对原住民保留地 在买卖或是赠予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税务问题 向县府提出建言 并且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针对税率的问题来做改善 因为我们原住民保留地 只有原住民之间可以互相买卖 但是在买卖的过程中 或是争议的过程中 争议税扣掉220万的免税额以后 还要缴五六十万的税 所以当然我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税率 原住民地区的这个土地 这个缴税 不管地价税也好 增值税 还有土地增值税 这个税率 能不能调整 县议员们在今日的会议中 针对县府举债有逐年降低 是否影响县内重大建设 以及原住民保留地税率问题 向县府提出许多建言 并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加以采纳 造福县民 记者邱炳逸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